好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分享何天狱了 今年主要以珍珠为主 说句实在话 何天狱这一块我们忽视了不少 其实我们家有很多何天狱的客户 也有很多何天狱的狱友 他们非常喜欢何天狱 这三块溜子可以说是鹅溜当中的天花百集了 尤其是这块溜子高百溜 油芯特别的厚 看着声音清脆悦的 这个溜子你就拿着手上摸就能摸得出来 油芯像羊脂油一样的油芯 而且一级杯 是雕的是个观音升官发财 后面呢是整个一个平安物事牌的一个结构 这个应该可以说叫四六牌子了 比较长比较规范的一个牌子 这次在以前呢就是很多男士呢 拥有一块何天狱的物事牌 感到非常的骄傲和光荣的 像以前都是达官贵人玩狱的 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玩狱的 这个挂这个件呢可以大家当挂件 也可以当在家当一个摆设 也行 茶室里面放着呀 它都很好看的 这个呢应该是个皮丘 这块鸟子呢也是羊脂鸟 它加味比那块还有够 两万八 带一点点皮子 羊脂油级别的 鸟子也是非常的细腻油润 一级杯 像这两个鸟子呢都是属于锅灯的品质了 其实这三块鸟子呢都是各有千秋 可以说都是在整个喝天玉 北玉领域当中呢 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一个级别 这个呢一万五千八 它为什么它小它没有那么大 也是一级白的锅灯的品质 基本上没有结构了 这块牌子呢像不管男士女士都可以带 这个比较日常都可以带 因为像这个呢挂在身上就比较沉 它这个不沉 这个今天也给我们上下的一位美女拍了一下照片 47 30 厚度呢是9.3 是个小甜蜗石盘 一万五千八 我们家所有的喝天玉用的都是我们家保山男后的领珠 红韵当头 神呢是一个这个调节的这个神 像这个挡膜一链啦 穿国风衣服也是非常好看的 白玉嘛 温润而养 那今天视频呢就非常的这里了 这几天是真的是超级嘛 我怎么感觉一直都在忙忙忙当中 太忙了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偷懒的一个视频 但是你们我觉得都能理解我哈 拜拜明天见